香港的金融体有什么参与者呢? 包括香港金管局、银行、基金公司、经纪行、港交所和投资银行 什么是基金公司呢? 基金公司即是买卖基金或者管理基金的公司 它一般会代表一些投资者进行投资 记住香港基金管理的公司 比如JP Morgan、First Day、首预这些公司 主要是外国金融机构 香港本地就不多 会提供什么产品呢? 比如一些基金、互惠基金、单位信托、强积金、对冲基金 其实自从强积金计划实施之后 这些基金公司都有很多做强积金下面的基金产品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什么是经纪行呢? 其实经纪行即是帮客户买卖股票的金融界的人员 或者买卖债券、买卖期货、买卖外回的中间人 这些我们通常叫做经纪、交易商、证券保证金融之人、投资顾问 这些都是名字 总之他代客买卖股票、买卖债券、买卖衍工具、买卖外回产品 有收佣金、有收手续费就是经纪 另外还有一类经纪叫保证金融资人 事实上他就是做股票典当的 保证金融资或者叫做margin 其实就是证券的典当 你拿了一些股票进去他就给你钱 就变成了一个证券的典当服务 OK? 接下来我们讲一下持牌法团和注册机构 到底有什么分别 持牌法团就是大家市面上看到的那些证券行 或者那些基金公司 这些证券行基金公司是不是金管局管 不是,他是证监会管的 所以他要去哪里申请牌照 证监会 哪个负责批他的牌照 证监会 哪个负责监管他 证监会 那注册机构又是什么呢? 注册机构其实就是一些有买卖股票 或者有从事证券和期货业务的银行 即是你见到街边的银行 如果是有买卖股票 买卖债券这些服务呢 那就是一间注册机构 注册机构在做这些受规管的业务之前 一定要有注册的 那他和谁注册呢? 他先去金管局代表 但是由于买卖、证券和期货 是证监会的业务 所以都要证监会和金管局批了之后 在证监会注册 注册了之后才可以做这些活动的 但是这些银行有买卖股票 是谁负责去监管呢? 记住银行本身是谁监管的? 金管局 所以当他买卖完股票之后 仍然是由谁监管呢? 仍然是由金管局监管 OK? 那接下来来说的是什么? 投资银行 投资银行是不是主要是做银行的? 是不是给你去借credit card 做这些东西的? 记住投资银行 大家不要给他的名字误到 投资银行主要不是做银行的 主要是做什么? 主要是做一些收费的业务 free income的 主要是做什么呢? 就是帮人上市 帮人发债 帮人找投资者 提供一些专业的顾问服务 那投资银行主要是做这些东西的 不是做银行业务的 OK? 他们主要是透过服务 专业的意见 和帮客户上市 卖债券 卖股票 这些业务去赚钱的 OK? OK?